跳得怪狗啊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我这个天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传统术内部执行的较量 就是铁沙掌 斩藤和铁沙掌孙雷 孙雷他自称为是铁沙掌实战第一人 我们看一下他跟斩藤 他们两个屁砖 斩藤直接是打不开 但是铁沙掌孙雷 他是轻而易举的 把这个大理石一分为二 展示他的功力 显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轻轻的一下 然后直接是断了 斩藤他在这个网红武林当中被自称为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然后他跟孙雷 红色的拳套就是孙雷 蓝色拳套的就是铁沙掌斩藤 其实有人就是吐槽我们国内的网红武林当中 他们就是武术水平真的是参差不齐 像国外的杰克保罗 马上叫做泰森打比赛了 然后他们的就是水准堪称职业选手 反过我们国内就好像是闹着玩一样 其实在比赛之前我是看好铁沙掌孙雷 当然在比赛之前孙雷他也是非常有自信的 但是反过现场 然后战腾其实他出拳的话也是不是太标准 不允许打击后脑烧 其实孙雷的话他应该是做一些放手和动作 然后孙雷他是感觉是他有点是太过自信了 我们的观众都高潮了 我感觉我也行呐 那小伙儿笑的啊 就你 好的 想出一个早上腿 然后被孙雷直接是想撂的 不允许抓这个绳子 也是被裁判警告 好 现在比赛继续 好的 腿怕进攻 出的腿也是非常搞笑 也是练习传统术 所以说为什么说传统术不适合这个搏击雷台 就是因为他们的出拳动作也是非常不标准 跟支援选手他们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好 现在比赛到了第二回合 把孙雷给打倒 然后斩藤他是非常兴奋 一个侧踹腿 可以看到传统术之间 他们打比赛就好像是闹着玩一样 好的 查看实际他们两个人继续比赛继续进攻 可以看到孙雷他的小腿也是非常粗 从视频开头可以看到铁杀上功力 其实孙雷他实力要高于斩腾一些 到5月25号 然后他们两个会再次二番战 也是孙雷一切前迟的时候 机会 因为他们这场比赛也是被斩藤给cue了 完全出乎打压的意料 中国传统武术运动协会会长铁杀长实战第一人孙雷 这次孙雷他是输掉比赛 他是非常不甘心 其实他的对手 展藤也是靠运气赢下了 应该是多多练习搏击拳击 不应该只练习传统武术 然后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传统武术内部之间的一场较量 他们两个都是半斤霸凉 需要提升的空间也是非常非常大 不管是斩藤还是尊雷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在这个列台上打过比赛的 都是有实战经验 也是非常期待我们国内的网红选手 他们的水平能够提高一些 要不然很多人都 都认为是跟着闹着玩差不多的 然后孙雷被一个腿法给打倒 打倒在地之后 然后对他进独秒 看下能不能继续战斗 其实孙雷他的体能也是出现问题 这也是不打了 然后比赛结束